要说这段时间最火的电视剧,一定是楚桥传了榜。主演这部戏的女一号赵丽颖也成为了湖南卫视的宠儿。只要是有她主演的戏,一定会以高价买过来。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在五年前,那时候的赵丽颖,在娱乐圈还只能做一些配角呢?谁能想到,当初那个看起来有点傻傻可爱的女孩,会成为当今最红的女星。 在娱乐圈,我们知道,很多明星之所以能够成名,都是因为背后有支持他们的背景。而赵丽颖的出身似乎非常频繁,父母都是农村人。赵丽颖也是从小就在农村长大,似乎除了自己之外,没有人能够帮到赵丽颖。然后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? 据网友爆料,赵丽颖在娱乐圈中,有一个哥哥,这个哥哥在这些年给了赵丽颖不少的帮助,并且曾放言,谁要是欺负丽颖,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。 那么这位哥哥到底是何方神圣?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赵丽颖和他的哥哥是在电视剧《追鱼传奇》中认识的。 这位哥哥就是主演之一丁子俊,被圈内人称为《钻石王子》,是一个声名显赫的富二代。除了饰演员外,丁子俊还是很多娱乐公司的投资人,身价远远高于现在的赵丽颖。 因为很喜欢赵丽颖单纯天真的性格,丁子俊认赵丽颖做妹妹,两人在私底下也是以修媚相称。虽然丁子俊并不是名气很大的明星,但是他在娱乐圈的地位很足,在赵丽颖的成名之路,给了他不少的帮助。 不过说到底,还是赵丽颖他自己够优秀,在成名的路上,更多的都是自己的努力。虽然他天赋不是很好,背景也不是很强大,但是凭着自己的努力和坚持,终于有了今天闪闪发光的他。 丁子俊和韩雪其实也是关系不错的,两人曾经在电视剧偏偏爱上你还是一对情侣呢? 韩雪在圈中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,而丁子俊和韩雪关系那么好,赵丽颖又是他的妹妹,所以在娱乐圈怕是没人敢欺负我们单纯善良的赵丽颖了。 虽然韩雪已经没有当初那么红了,但是无可否认的是,他的演技以及口碑还是一如既往的好,希望他在娱乐圈也能稳住脚跟,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与快乐。 大家评论区聊,小编每日更新欢迎大家点赞订阅哟。 日常关系访源自广想赞论区讨论《小编畜》 感谢观看